四大名酒,老八的名酒,新八的名酒,还有十三大名酒,十七大名酒等众多名酒的头衔是怎么来的 他们都跟影响了国产白酒70年发展的品酒会有关 品酒会曾是国产酒的一场选秀 一场盛会更是酒水江湖的华山论剑 品酒会从1952年到1988年连办五届 跨越37年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白酒的江湖格局 1952年第一届品酒会在首都举办被称为最仓促的一届 由于时间太紧,经验不足,大会准备不大充分 好多酒起没有腾出空来参加 等有空了,品酒会已经训练不及眼耳朵结束了 第一届品酒会在红黄白三种酒里按名气选出了八大名酒 其中有四个白酒品牌,茅台,粉酒,卢州,老轿,西凤 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四大名酒 有了第一届攒价的口碑和人气 第二届品酒会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举办地还是北京,时间是1963年 参选的品牌由第一届的100冒头 一下子干到了196个 大会按口感选出了八大名酒 还首次进行了排名 五粮液,西凤,粉酒,董酒,茅台,卢州老轿,胡锦贡,全新大区 这也成了后来久有常说的老八大 茅台只排了个第五 第二届也成了唯一一届有排名的品酒会 规模越办越大的品酒会 1979年在大连举办了第三届 评选又有了新规则 按相形进行评选 有意思的是上届的老八大有两家没能守类成功 西凤和全新在报名的时候选错了香型 这就尴尬了 明明是个学霸实力居高不下 考试的时候却图错了达底卡 这不上赶着给其他家人们送福利吗 紧接着建南春和洋河大区顺势上位 入选新一届的八大名酒 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 新八大 前三届品酒会办完 很多地方白酒一炮走红 名利双抽 大家一看 哎呀 品酒会太香了 热情空前高涨 评委会一看 呀 既然大家热情这么高 再加上各地白酒品牌越来越多 便在之前老八大新八大 十个名额的基础上进行了课源 1984年第四届品酒会在太原举办 增加了狼酒黄鹤楼 双沟大区新的十三大名酒诞生了 1988年第五届品酒会 也是最后一届 在合肥举办 共有362种一样酒餐名 跟以往不同 第五届品酒会 是唯一一届 只评选白酒的品酒会 这届品酒会对白酒相形 进行了细致划分 选出了金智奖17名 银智奖53名 也就是后来人们俗称的 十七大名酒 53国优 粉酒茅台 卢州老郊 三家成为五届品酒会的大满贯 第五届品酒会之所以成为绝唱 原因是品酒会的商业味越来越浓 评选的名酒数量越来越多 含金量越来越低 为了参赛入围 好多餐品的样品都特意调制 市面上压根就没这么好喝的酒 但五届品酒会对国产白酒的发展 影响是深远的 意义是重大的 上榜的名酒 虽然有些重归陈迹 但大多还活跃在白酒的江湖里 成了呼风话语 独当一面的白酒大佬 不过呢 从我个人角度看 我叫的叫停品酒会是正确的 为为早 评酒会要一直办起 那白酒价格不得嗷嗷涨涨 我还能喝得起毛苔吗 你说的就给你现在 你喝得起